中国股市在十一长假前受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一路长红 长假刚过 中国发改委就立刻于8号上午召开了一场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 此次会议由发改委主任主持 四位副主任共同出席 郑荣维近年来罕见 会议重点介绍了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 并明确了未来的经济政策方向 近期市场预期明显的改善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我们说的PMI 这个回升较快 股票市场也回软上涨 刚刚结束的十一假期市场消费旺盛 我们对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充满了信心 尽管A股在十一长假期间休市 但包括港股和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等 中国资产集体大涨 资金跑步入场 意愿强烈 而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澳洲能源市场也迎来了积极变化 中国经济的复苏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就是中国是想推动基建 房地产复苏 肯定是对这些基础的能源 还有原材料的需求会增长 这样的话就会提升对澳大利亚 出口资源的预期 铁矿市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而A股三大股指在十月八号开盘时 延续节前的势头集体暴涨 其中 户指上涨超过百分之十 深沉指上涨超过百分之十二 创业指数上涨近百分之十八 近千只股票涨停 专家分析 这还是得益于中国政府 进来紧密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 资金其实在节前是还没有流入市场 所以大家都拿着资金等待着入场 我觉得政府出台这一系列的利好信息 肯定是在至少在短期之内 会增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 但专家提醒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放缓阶段 中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局限 因此投资中国股市的风险依然存在 SBS中文新闻刘孟颖采访报道